喂 书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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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哪位 时萨 是我 冯正文啊 哦 老冯啊 有什么事吗 时萨 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领导想邀请你回去 给今年准备高考的高三师弟师妹们 讲一讲未来的人生之路规划 给师弟师妹讲人生规划 冯正文是我的高中同学 当年读书的时候我们是上下腹的关系 所以玩的还是很好的 但是毕业以后各奔东西 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后来听说她留在我们高中的学校人教了 没想到这回突然打电话给我回去吹牛 对呀 她们极力推荐你回来呢 所以让我负责通知你 你要是不回来的话我可就交不了差了 那行吧 反正三中也是我的母校 回去看看倒也无妨 那我明天在学校等你回来哦 嗯 好 这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食杂吗 文医账 你怎么在这里 这个文医账是我们隔壁班的同学 他的名声在整个苏航市里非常有名 因为他有个厉害的爸爸 高中获奖的作文 题目就叫我的成长父亲 这种二代你就说牛不牛 所以心比天高 处处看不得别人比他优秀 以前每次月考成绩都排在我后面 所以每次看到我总要刷一下存在感 当年我高考发挥失利 去了沙雕大学 没想到他进超长发挥 考了个苏航状元 最后去了漂亮国的一所藤校上学了 我说十三同学 你这次来三中是来对师弟师妹进行演讲的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不然你哪里有资格来三中做演讲啊 就凭你当初的高考成绩 还是现在的你 知不知道三中出去的有多少人才 他们都没轮到机会呢 怎么会轮到你 你安排的啊 对啊 我现在是学校的教导主任 老校长不是经常在我耳边说你是他教过最好的学生吗 那我就说了他的意义让你回来了 我倒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敢站在台上给他们传授经验 教导主任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那是 我从漂亮国进修回来之后就到这里任教了 没过多久就被提拔成为了教导主任 我们学校可是全华夏著名的高中 还是省级重点实验高中 每年送入燕大 清大的人数可是位列全华夏前时的 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进不来的呢 看来这都是你父亲的功劳吧 老子当时可是苏航式高考状元 凭的可是实力 不像有的人 在这么厉害的学校上学 经纸考得去去一个沙雕大学 说出去我都觉得丢脸 小子 我看你印堂发黑 今天可能有血光之灾 我看你才印堂发黑 血光之灾 你谁呀 懂不懂礼貌 我是十三先生的保镖 专打嚣张扒扈的富二代 官二代 你 你们 还保镖呢 外面随便找个人冒充的吧 懒得离你们这种大老粗 犹如斯文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好像是教导主任在跟两个人在操场上吵架呢 哎 老校长 自从这文遗诏回国后 成了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 这三种是真的无烟瘴气啊 我也没办法 谁叫他爹是副城长呢 走 我们去看看 说三 是你吗 你回来了 校长 好久不见 几年过去了 你依旧精神绝朔呀 几年过去 校长虽然变老了 依旧一身正气 他和我们孤儿院的院长是好友 所以高中时期他对我额外照顾一些 文以账 你现在身为教导主任 一言一行都要格外谨慎才好 不要随便看低任何人 十三是我教过最好的学生 他日后一定会大有出息的 哈哈哈哈 他再有出息 能有我出息吗 我可是全华夏最著名的高中教导主任 他拿什么跟我比啊 得不配位 必有灾祸 这人啊 要比不能比衣食长短 要比一辈子谁能走得好 校长不光客教得好 做人这门学问上 也是充满了智慧 十三受教了 这十三顶多是个打工仔 他凭什么能是校长口中最好的学生 我老爹可是副城长 我家里万贯家财 我还是高考学霸 我拥有三中教导主任的职位 我哪里比不上十三 我一定要想办法整治一下他才行 不过我现在身居高位 不能和他正面刚 有了 那我就捧杀你 哈哈 校长说的是 我也很欣赏十三啊 真是英雄所见绿童啊 今天是杰出校友 对高三毕业班进行演讲的日子 目的是鼓励大家好好读书 将来变得跟杰出校友一样成功 据我所知 十三现在也失业有成 在魔都做大生意呢 年入应该能达到百万 堪称我校毕业生的凯模 让他一会卓中讲一下他的成功经验吧 什么情况 刚才不是水火不容的吗 现在怎么忽然夸起十三来了 十三 你觉得怎么样 没问题 不就是想让我丢人吗 不过就是个副成长的儿子罢了 区区一个副成长 我还没放在眼里 以我今日的地位实力 B站绝不是我的风格 那你准备给师弟师妹演讲什么题目 我就讲一讲 得 得 对 就是讲得 道德 怎么做人 你也知道的 我们有些校友明明已经毕业多年 身居高位 但还是不懂得该如何做人 所以思想道德教育这关 有必要加强一下了 总感觉他在指三把怀侮辱我 但我没有证据 那时间快到了 我们现在过大礼堂那边吧 全体同学们 老师们 请安静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请到了我们三中毕业的优秀校友十三先生来给大家做一次主题演讲 十三先生不仅学习好 要么加 毕业之后更是年轻有为 失业腾飞 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 个人资产实现暴增 堪称商界神话 他的成功与才能让无数商业巨头为他甘拜下风 现在的十三先生 已经成为全国著名企业家之一 这小子怎么这么能吹 怎么不说我还当过总统 听得我尴尬还都犯了 哎 好了 我现在就不多介绍了 请大家热烈欢迎十三学长上台 给我们带来主题演讲 利德 十三师哥好帅啊 简直是花样美男 神仙颜值啊 帅毕了 十三师哥我爱你 什么情况 现在的高中生都这么热情了吗 时代变得好快 大家好 我是十三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哇 十三师哥的声音好像声哟 太好听了吧 要是有十三师哥每天给我说晚安 我就再也不会失眠了 那么 我恋爱了 混蛋 给我烂剑 还有没有1.3中的形象了 谁在瞎张了 我给你们记过处分